我跟你们讲 我在现场看吉利银河E8发布会的时候 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牛逼最厉害的汽车 结果价格一出来 好嘛 全世界最牛逼的汽车只卖175,800 严谷正众 预热了好久的吉利银河E8是终于上市了 起初价是17.58万元到22.88万元 其实总共覆盖了有五款车型 其实这个价格刚出之后没多久 我听到有人在说这个价格其实并不便宜 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选择稍微小一丢丢的 起源A07那个车只有15万元 但是这个观点我就不敢沟通了 那么在17.58万元的价位 你能得到一个什么呢 是5米长1.9米宽的中大型轿车 400伏的电子电气架构 有60度的磷酸铁力电池 200千瓦的后轴单电机有200千瓦 硬件条件看上去其实还是不错的 那么就外观上来说 我觉得它的主设计是并没有抹去 它身上有一些前东家的味道 不过内外的品质感档次感 其实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外观的一些设计理念 和内饰有一个很好的配合 这一点在同级别当中 其实还不是特别多见 假如这么看的话 17.58万元的价格并不是特别的高 不信你就去看隔壁那个 同样是5米长的中大型轿车 60度电磷酸铁力 前置单电机只有150千瓦 汽车价竟然达到了20.98万元 你说礼不礼谱 而且它22.88万元的顶配车型 是有800伏电机的 有人要说了007买多少钱 对不对 但是007是一个 怎么说同集团之内 感觉设定有一个更高点的品牌 所以价格上有一定的重合 我觉得问题不大 所以整体来看 性价比还是有的 而且我又去研究了一下小程序 现在有一个权益 叫做6000元的选装 并且这个6000元的选装 在小程序里面的反馈 实际上是包含了 两个具体的配置在里面的 在17.58这个价位 实际上就给你了 一个L2的全套辅助驾驶 以及一个热门空调 这两个配置 一个可以让高速挂架的 行驶体验变得更加便利 一个可以让冬天的续航更好一些 尤其60度电本来续航就 比较的紧凑一些了 再往上一个版本 1858的版本 利用这6000元的选装基金 实际上是可以有一个 电尾门ARHUD 并且石油增轮圈也可以选了 而且如果你喜欢白内饰的话 在这个价位当中 你也可以去选择 所以你要这么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款车 在当前的福利条件下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 这个开头给我感觉 全世界最牛逼的车 只卖17万的感觉 是怎么来的呢 责任全在于 它发布会上的PPT 像是那种关注车辆 把轮子劈大一点 让车辆看上去更饱满的小伎俩 我就不提了 就是说其中有一页 说有139项的月级配置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不能说是漏洞百出 但至少有很多配置 是在汇水摸鱼的 就比如说主架安全气囊 后排3.3安全带 后雾灯和高位刹施灯 这几个东西 明明都是法规界 你不装都上市不了 哪里月级了嘛 对不对 而且你像铝合金轮毂 多功能方向盘 金属云兵踏板 以及日盐行程灯这种东西 你别说月级配置了 哪怕就是同级别 哪怕就是更便宜的车型 它都是有的呀 对不对 在这样的宣传鞋上面 你老老实实的 不要图数字的多少 你就踏踏实实写一个 39项有亮点配置 我都可以承认 不要搞这种 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嘛 对不对 还有一点就是 这辆车宣称自己 有0.199的超低风阻 这确实是基于一个 最低配车型跑出来的 但是它在宣传图的下方 放了一辆带有激光雷达的车型 很明显这个车的风阻 就不止0.199了 除了以上这些 会让人感动到 有一些不太讲究的操作之外 这辆车其实看下来 还是比较OK的 又有性价比 而且之前试驾过 同时也对这辆车的动态性能 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反馈 所以各位观众 你会选择这辆车当中的 哪一个配置呢 还是说你会再等一等 看看别的车型 又有怎样的惊喜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交流一步 我们下次节目见